湖北解封官方大力宣揚一馬在手通行無阻 但介有拿著湖北健康陸馬的人不獲其他城市放行 再有持陸馬的人出省之後才被確診 3月26日和29日廣東惠州和甘肅蘭州分別通報一宗輸入病例 兩個人都是拿著湖北健康陸馬的 那為什麼有健康陸馬都不代表健康呢 我們先看下那個陸馬是怎樣得回來 在支付寶找湖北健康陸馬 填你的名字、身份證、電話和地址等個人資料 再填健康狀況、簡無確診、無接觸過確診患者 基本上不用5分鐘就輕鬆拿到健康陸馬 有武漢的居民都說不用檢測就可以拿到陸馬 但我覺得應該大部分支付馬應該是確認 因為它支存應該是每一戶它都入門 就是宣問過有沒有法律啊什麼的 那你要做到檢測才有那個健康碼的話 我也做不到吧 除了湖北河南省疫情也都有暗湧 甲園星期日通報一宗本地確診病例 打破了河南省連續30天沒有本土確診的記錄 消息說它的感染源很有可能是一個曾經一起吃飯的無症狀感染者 它也是甲園人民醫院的醫生 那間醫院還有另外兩個醫生同樣是無症狀感染者 甲園星期三宣布全院要再度封城 居民憑證出入村莊和社區 所有商鋪除了超市、醫院之外一律停業 有線電視記者黃寶瑩報導